在环动片的左边还有右边各有一个按钮 使用它们可以控制播放这个环动片 下面我们在这个旋转木马里面去添加两个控制的播放的按钮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环动片的项目的下面 这里先用一组A标签 在上面我们再加上一个叫做Left这样的一个类 还有一个Carisol Control的类 这个是一个向左播放的一个按钮 在这个A标签的HREF属性里面 就是它所控制的那个旋转木马的一个ID 在这个旋转木马的上面我们再去定义一下这个ID 定为一个ID可以叫做Slideshow 然后在这个控制播放这个Slideshow的按钮上面 我们再加上这个ID 下面我们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个叫做DataSlide这样的一个属性 它的值我们设置成PREV 表示这个按钮的功能就是播放前一张的那个环动片 然后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下这个按钮上面的这个图标 这里我们可以从Bootstrap架构里面提供的小图标 这个小图标就是一个向左的一个箭头 然后我们再用类似的方法去添加另外一个按钮 修改一下这个DataSlide这样的一个属性 把它设置成Nest 意思就是去播放下一张环动片 再修改一下在上面的按钮的样式 这里我们把Left改成Right 一个向右的一个箭头 然后我们再修改一下这个按钮上面的这个类 把Left改成Right 再保存回到浏览器刷新一下 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在这个环动片的左右各有一个按钮 点击右边的这个按钮呢 可以播放下一张环动片 点击左边的这个按钮 可以播放上一张环动片 点击左边的这个按钮